3月25号,在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民族乐器教室里,2021级穆卡姆表演班的学生们盯着乐谱,弹着乐器,为远赴长三角区域进行排演。 这批学生是该校自1996年创办穆卡姆表演专业以来培养的第11届本科生,首个设置该专业的新疆艺术学院,让更多喜爱穆卡姆艺术的年轻人走进校园,成为一名专业演奏员。 我觉得没有谱子的话,我们就学这个穆卡姆的有点难,现在我们好多人识谱能力好,但是听力不分,我们很软的,没有谱子的话,我觉得我学不了这个穆卡姆,我们就不知道的曲子还不知道的穆卡姆,我们一看谱子就可以跟上他们一起演奏,一起探奏。 从1951年开始,万童树先生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等于是万童树先生技朴的这些手稿,转化成了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可以说是一个,我看他们的重要的一种教材吧。 也因为这个学校是个教育传承的基地,我们有义务传承穆卡姆,万童树先生的这个馆建造这儿,建造新疆艺术学院,这是有这个教育传承的这种重大的意义的。 被阿布都塞米、阿布都热和曼称为万童树先生的人,正是把十二穆卡姆艺术从口口相传,到整理出版成乐谱的著名民族音乐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为抢救这项濒临失传的艺术,中央音乐学院派万童树到新疆主持收集、整理、出版十二穆卡姆乐谱的工作。 万童树与妻子和一岁的女儿一同来到新疆。 抢救穆卡姆的首要工作就是录音,这个就是五十年代万童树录制的钢丝录音带,这个太珍贵了。 萨拉夫在民间的穆卡姆第一次被录制下来,这个是划时代的。 在新疆期间,万童树和同事们耗时两个月,为十二穆卡姆世家传承人、土耳地、阿虹等一批民间艺人录制了24盘钢丝录音带。 钢丝录音带成为研究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后来进一步研究穆卡姆艺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1960年,十二穆卡姆乐谱两卷集和资料唱片出版,收录乐曲320首,歌词2,990行,为他后续的传承与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字,音响乐谱资料。 这些成果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2005年,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8年,转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因贡献突出,万童书被誉为抢救穆卡姆艺术第一人。 这个是1957年万童书先生在咱们的喀什那一带,就是搞的一个采风工作中的一个零年吧。 这个就是1951年,图尔迪阿宏在进行录音,录十二穆卡姆之前的一个,在录音棚,就是在外面,它正在练琴的一个场景拍摄。 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是集歌、舞、乐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包括十二穆卡姆、图鲁藩穆卡姆、哈密穆卡姆、鲍朗穆卡姆等。 它包含了哲人真言、文人诗作、民间故事等内容,是反映民众生活和社会风貌的百科全书。 2023年夏天,万童书穆卡姆文献馆新馆在新疆艺术学院开馆,馆内展有万童书生前工作生活照片三十余幅,和一些民间艺人弹唱穆卡姆的黑白照片。 我学习穆卡姆表演已经三年了,我特别喜欢穆卡姆片段。 每天听穆卡姆,年轻穆卡姆,毕业以后去文工团,成交工手。 70多年前,万童书打捞起了岁月封城中民族文化瑰宝的穆卡姆艺术。 如今,穆卡姆歌声穿越在新疆大地,哪里有穆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 采访结束时,赛米教授告诉记者,新疆穆卡姆艺术团正在筹备万童书题材的歌剧。 他们将用穆卡姆的形式演绎万童书为抢救濒临失传的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而举加来到新疆工作的主要事迹, 以及保护传承穆卡姆艺术的成果。 万童书文献管理的资料为这部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